直到看到美香和小奇迹的经历 我才知道母爱到底有多么伟大 美香是2000年送往华盛顿动物园 期间供人工受精20余次产下7只幼崽 其中有3只幼崽 小奇迹则是美香在22岁高龄 被人工受精产下的最后一只幼崽 要知道熊猫的22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 而且美香居住的环境非常恶劣 因为地方太小 哪怕生个懒腰都无法伸直 美香就在这么恶劣狭小的环境 一步步将小奇迹养大 小奇迹正在睡觉时 一只青蛙路过 妈妈美香赶紧看看孩子有没有下行 看见宝贝还在睡就死死盯着青蛙 直到青蛙走得远远的美香才放心 可是没过一会青蛙又来了 美香不让青蛙靠近小奇迹 用身体将小奇迹和青蛙隔开 看见青蛙还是迟迟不肯离开 美香只好将宝贝抱了起来默默守护着 尽管自己已经困得不行了 当福宝还在沉浸爷爷宠爱教学爬树的时候 没有条件的美香为了让小奇迹学习爬树 自己找了一根树干 怕树枝的倒刺伤害到小奇迹 美香不断地修整树干 保证安全性后将小奇迹叼了进来 在妈妈的细心教学下 小奇迹也是很快在树干上练习了起来 爬到了尽头又爬了回去 这画面让无数人心疼不已 到场外练习的时候 美香也是寸步不离保护着小奇迹 生怕小奇迹会摔倒受伤 在吃损时妈妈也是包好了给小奇迹 直接将笋皮整理好吃了起来 小奇迹也非常的乖 八个月大的时候 就知道帮妈妈摘松树枝 妈妈将松树枝拿到手势开心极了 不停地用脸蹭 但是小奇迹爬下树枝后 美香直接将喜爱的树枝 扔了将小奇迹抱了起来 在妈妈心里没有什么比小奇迹更重要了 有一次小奇迹看见墙上有一个电线 好奇的小奇迹用手去摸 被垫的小奇迹疼到叫了出来 妈妈美香听见小奇迹的叫声 也是立马冲了过来 小奇迹看见妈妈冷静了下来 妈妈非常的担忧小奇迹 小奇迹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用头蹭了蹭妈妈 好像再说自己没事 妈妈不用担心 美香的母爱和小奇迹的懂事 真是让人无比心疼 我只想的光 很想 出了 银花